卡特号所属的海狼级,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,2013年1月11日,美国海军的吉米卡特号攻击型核潜艇,SSN-23V开了7载基查普海军基地的博地。 并进行了为期五天的部署前测试作业,随后在1月20日,卡特号正式启程展开部署,即进行一项名为7号任务的神秘任务。 那究竟什么是7号任务呢?首先我们可以先看看卡特号,作为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艇的最后一艘,卡特号与他的两个姊妹不同的是他的舰体中段,加插了一段长30日,重2500吨的多任务平台。 MMP,该平台的关键能够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或测试作业,插入不同的任务硬件,卡特号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多任务平台。 而卡特号从2013年1月20日至5月9日执行的7号任务,却重大到能够让该舰取得美国总统部队加许奖。 这种高级荣誉表扬,卡特号的年度记录对于7号任务的唯一描述很简单,经过一段忙碌的整备维护周期及一些与家人和朋友必要的假期。 卡特号与水下研究与发展分潜队DURD进行了测试,并启程前往第二轮任务周期的最后部署,在大量不利与极度受压,且缺乏外界支持的情况下完成了任务。 此次部署延续了卡特号追求重大国家安全目标的优良船,从曾跑到苏联家门口安装窃听器的钓鱼号和潜艇。 美国总统部队加许奖,只能够在极度困难及危险状况下,执行任务才能获得。 美国大众机械杂志认为,种种因素都不见令人猜测卡特号很有可能曾经在西太平洋的海域中, 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进中国或半岛的水域,进行类似冷战时期的长春藤之灵行动,也就是在海底通讯电缆中,设置窃听器以监控机密通讯。 据报道,巡鱼级攻击型核潜艇钓鱼号就曾在1978年至1979年,在俄伯侧克海的前苏联海军海底通讯电缆中安装了窃听器。 雕鱼号在2005年退役后,接替它职务的正是卡特号,卡特号有携带无人水下载具的能力。 美国海军潜艇上次获得美国总统部队嘉许奖,就是雕鱼号,在安放窃听器后获得的。 因此大众机械猜测,卡特号执行的7号任务可能是针对半岛与中国连接着的光纤通讯电缆,进行安装窃听器等的秘密间谍作业。 这里指的并非卡特号直接开到相应地点干活,它可以在远处部署无人水下载具进行相关作业。 卡特号领奖时有神秘人员的脸部,被隐藏种种神秘的细节,也让人有更多联想。 当卡特号的官兵拿着美国总统部队嘉许奖旗合照的时候,有两张照片是黑掉了,疑似水下研究与发展分潜队官兵的脸。 这有很大可能是因为要保护机密人员的身份,而这神秘人有可能是水下研究与发展分潜队在卡特号上负责管理,或遇作无人水下载具的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